他还不到三岁的儿子因为罕见脑部疾病 在美国治疗 恐怕来日不多 妈妈急着想见他最后一面 但却卡在旅游禁令 无法入境美国 美国籍的爸爸透过媒体喊话 希望国务院网开一面 现在传来好消息 国务院已经核发签证给男头母亲 他也立刻搭上班机 预计最快在台湾时间 周四清晨就会抵达旧金山 见到儿子一面 而这也可能是最后的告别